江西大叔花五百万就买个洗脸盆 现场观众哄笑一堂 专家看后一句话却震惊众人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只见一位大叔双手捧着 一个脸盆走上台来 小心翼地放下后 就开始做自我介绍 自称信物来自江西安远 他今天带来一件国宝级的东西 这话一出场上顿时一片哗然 大叔真是好大的口气啊 国宝级的东西 一般都是在博物馆里 哪可能随随便便就能得到 他究竟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竟让他如此的自信 那你知道这是什么时期的东西吗 大叔自信地回答道 这应该是清朝雍正年间 观摇里面的东西 下面还有敌款 这让厂商众人都是大吃一惊 大家都知道凡是皇家出品必是精品 如果这真是清朝观摇的东西 那价值绝对是非常高昂的 此时大家都是好奇地看着台上 接着主持人又问道 那这件东西你是怎么得来的呢 大叔回答道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 他有一个喜欢搞收藏的朋友 有一次他去朋友家里做客 无意之中看到这件东西 因为他上面有九个桃 感觉寓意非常好 在清朝的时候 应该是代表九五至尊的一次 再说盘桃不是还有长寿的含义吗 他就想着把这件东西送给父亲 当作生日贺礼 但是这件东西是朋友刚从国外拍回来的 就不舍得立马转手给他 他为了这件东西 可是整整纠缠了朋友好几个星期 最后朋友看他一片孝心的份上 最后以五百万卖给他了 现场观众顿是一片惊呼声 这看着不就是一个大脸盘吗 没想到竟然是花五百万巨款买来的 这大叔也是太疯狂了 就不怕这东西是假的 那五百万岂不是就打水漂了吗 主持人也是忍不住问道 五百万说买就买了 就不怕买到假的吗 大叔无比自信的说道 这一定是真的 这可是朋友从国外拍卖会上拍回来的 怎么可能有假 主持人随即又问道 既然你认为是真的 那为什么还要来鉴定呢 大叔此时有点无奈的解释道 本来他父亲收到这件礼物 那是非常的开心 可是他父亲的朋友看后 既然说这件东西是赝品 老爷子就有点郁郁寡欢的 所以他这次就是为了证明 这件东西是真的 那么这件东西究竟是不是真品呢 于是主持人就请大叔将东西交给专家 专家接过东西后 就仔细观察起来 不一会专家开口说道 这是一个雍正款的坟财酒桃的一个盆 如果要是真的话 价值远远不止五百万元 在2007年拍了一个五十一厘米的大盘 也是话桃的 当时拍了九百六十三万的天价 场上的观众听后都是吃惊不已 这样的价格对于一般人来说 试想都不敢想的 这件东西真的值这么高的价钱吗 只见专家接着说道 首先这个坟财 在雍正时期是烧得最好的 因为雍正皇帝对坟财是非常的喜欢 所以当时生产这样的寿陶器物 主要是用于万寿节的 也就是给皇帝过生日用的 雍正时期的采有高达五十七种之多 在绘画这样的器物的时候 可别就简单的认为树叶是绿的 树干是棕色的 寿陶是红色的 这样看就太简单了 历史上的这种材料的颜色都是丰富的 哪怕是一片简单的叶子 当时的真品绘制出来 都是会有像灵芝的那种彩色保光的 包括用笔用墨的感觉 都是古法用笔 然后用随列肤杂的方法描绘的 我们看这件东西画了九个桃 但是雍正时期只是画八桃 目前我们所见到的都是画八桃 乾隆时期的才是画九桃的 这点和雍正时期就是有区别的 听到这里场上观众那是议论纷纷 大叔顿时脸色就难看了起来 忍不住反驳道 是八桃还是九桃也不能说明什么吧 这是另一位专家说到 雍正年代画的那些花纹是最精细的 但是这件东西整个树枝都附了好几层颜色 而且还接不上 这叶子的颜料也都涂到外面来了 可以看出绘画水平不高 另外它的兽桃就是用电脑喷会喷出来的 没有层次感 真正的雍正乾隆这种兽桃 是用吹油法吹出来的 所以吹得很有层次 像一个真实的有立体感的真兽桃 历史上尤其是在雍正时期的兽桃 色彩是最为丰富的 每个兽桃上面都有斑片 就和老年斑一样 是不会画得这么嫩的 而这个完全是一种平板的 太规整的一个兽桃 包括枝叶和枝干也是画得很苍老的 这是代表一个长寿的意思 但是这件东西的叶子只有两种颜色 也完全没有渲染 枝干只有横批的那种村法 也没有体现出苍老的感觉 所以很明显这就是一个新东西 只能算一个具有观赏价值的工艺品 这样的结果让全场观众瞬间一片哗然 大叔更是满脸的不可置信 他咱们也没想到500万的巨款 竟然买来的是一件不值钱的仿制品 这结果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 难以接受 看来股玩市场投资有风险 收藏需谨慎呀